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就培养刘新 刘新姿势也好 一目十行 拨不拨 大家都称他为神童 这件事让皇帝知道了 等刘新长大之后 把他招进宫封了一个光禄大夫 并给他一个任务 校定所有的书籍 他在校定书籍的时候发现了一本书 春秋朵传 他觉得非常的有研究价值 就跟皇帝说 我想设立一个研究机构 特别来研究这本书 您觉得怎么样 皇上说 行 这样吧 你找几位博士 你们商量看看该怎么做 那时候的博士 不是现在的博士 是一个官名 只有有才能 有贤德的人才可以当博士 他把所有的博士都找来 说 我觉得春秋左传这本书非常的赞 不如我们设立一个研究机构 找人专门研究它 这些博士都没读过春秋左传 可是他们不能说他们没读过 显得他们没学问了 他们就装 有的就说 春秋左传这本书 那值得研究吗 还有的人说 春秋左传这本书 找两个人研究就算了吧 更有人觉得 今天太累了 不如明天 不 后天 大后天 不是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再研究吧 把刘欣气的呀 写了一篇文章 说 这些博士 自己学的博览群书 博古通经 实际上就是暴残首缺 吃老板而已 把这份报告拿给了管博士的官员 他一看 把所有的博士都叫来 说 刘欣说你们都是应循守教 暴残首缺的人 这些博士们听了当然不高兴啊 想尽办法的暗中陷害 设计刘欣 刘欣最后没办法 只好跟皇帝说 皇上 我不能在京城里做官了 其实他心里想的是 你们都排挤我 我不完了 这皇上没有办法 把他发派到地方去做刺史 暴残首缺 是刘欣拿来讽刺这些博士们的话 用现代的说法 就是在说一个人不求上进 不肯接受心事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